大家好 在英雄联盟LPL中有一位外援 他的汉语水平是非常好 很多人都觉得他不是外援 其实他是韩国人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 他的汉语水平到底怎么样 能不能达到HSK高级的水平 我们先看一段采访 其实你们是在周期赛结束之后 就马上赶回来准备常规赛了 会不会有一点点辛苦呢 你们的状态 有点累吧 因为中间只有三四天可以打训练赛 他回答的第一个问题 有点累吧 因为中间只有三四天能打训练赛 用到了两个语法 一个是有点和形容词在一起 有点大 有点累 有点贵 这是很常见的 然后三四天 是两个数字 两个相邻的数字可以放在一起 三四天 七八天 七八十 七八十个也可以 这个算是比较简单的语法 说实话 你一直是非常努力 而且精力非常充沛的 那么在周期赛之后 因为当时你第三局是选出了一个攀森嘛 然后最近很多的队伍 包括我在rank里面 也会经常在中路看到这个英雄 所以这个英雄适不适得走中路呢 只能说看打得怎么样吧 然后我建议就不要不要玩攀森吧 学不会 好 第二个问题 他的回答 只能说看打得怎么样吧 这是一个很口语化的回答 答案 然后我建议就不要玩攀森吧 学不会 他这里用到了一个词 建议 这个词是比较高级的词语 是HSK五级的词汇 建议 但是他用的时候有一个小问题 建议的否定形式 我们一般说不建议 就是不建议 我不建议你去 我不建议你买手机 一般会这样说 但是口语这样表达也能明白 问题不大 好 继续 所以这个英雄还是比较 可能适合你个人的一个英雄 就很适合这种混子吧 好 第三个问题 这个英雄很适合我这种混子吧 混子是一个非常口语化的词语 指的是在一个团队里边 不太积极 不太愿意做贡献 总想着其他人去做工作 自己不太想工作的人 特别是在团队里边 混子 会有混子 好谦虚 那么今天供子哥也是在第一局选出了 钢铁这个英雄 因为前两天选出的效果可能不是非常非常好吗 我知道多音笔也非常喜欢使用这种比较奇怪一点的英雄 那这个英雄到底强不强呢 金贡玩的怎么样 这个英雄是真的很强 但金贡玩的不是很好 猜的上个金贡吧 然后我觉得金贡就有空的话 多看我直播好好学习吧 这个问题他回答 这个英雄是真 英雄是真的很强 但金贡玩的不是很好 这里一个语法 动词 得 然后是形容词 玩的怎么样 是做补语的 菜的像个金贡吧 形容词得 然后也是做补语的 结果补语 也算是比较高级的一个语法 然后我觉得金贡有空的话 多看我的直播 好好学习吧 谢谢 都很好 没有问题 也很流利 我感觉金贡说出这个话来 我是不是感觉最近金贡的这个对内地位下降了 因为当时是吃一塔的时候 也没有让他一个人吃 可能就是因为他排位分掉了很多嘛 现在又不是王者 所以我们其他队有点就看不起他了 真的好皮 那我最后一个问题 OK 好 这个问题 他的回答 可能就因为他排位分掉了很多嘛 现在又不是王者 所以我们其他人还有有点看不起他了 有点看不起他 这个也出现了一次 是正确的用法 然后是看不起 这是一个很口语化的词语 是不太尊敬他 看清他 好 下一问题 因为前两天看到你在第一天集训的时候 就带上了警托嘛 虽然大家都比较开玩笑的说 你可能是因为比较皮 然后被制裁了 但是大家应该也还是蛮担心你的身体状况的 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 还好吧 好了很多 这个问题 他的答案还好吧 好了很多 这也是很地道的回答 完全没有问题 非常好 好了很多嘛 好的你要在G的同时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那么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哈皮肠文社区的水友的提问 他问的是 金公公你偷看金公的战绩 有没有吃拳头 也不叫偷看吧 因为我 就他坐在我旁边嘛 所以 稍微有一点点可惜的战绩 是吗 主要是怎么说呢 我每次他旁边就 他坐在我旁边 然后他有时候就叫 叫的就很吵那种 然后我就已经就已经这个时候已经知道他又出了或者又被打哭了 这已经习惯了所以没什么好说的 那平时因为一开始 OK 好 这里他用到了一个刚才我们说过的句型形容词得然后做补语 然后最关键的他是用到了一个被字句 他被打哭了 这已经习惯了没什么好说的 被字句是HSK四级的语法 是算是中高级的水平了 已经 我们看最后一个问题 一直有你一个人直播吗 那最近开始大家都开始直播了 会不会觉得很吵 是很吵 我把 所以我最后打算把那个进攻的麦克风 那个拖了 然后就丢在那个外面 他就找不到他的麦克风 我觉得你今天这个 好 最后一个问题 他的回答 用到了一个汉语中非常重要的 把字句 这是从HSK三级到六级一直都会出现的一个句型 也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还有一个把是最后打三把 这里的把是个量词 他也用的很正确 三把游戏或者三局游戏 然后还有一个把字句 对把的掌握非常棒 所以综合下来 鉴定他回答的这几个问题 老师给出的鉴定是 他应该能达到HSK四级的水平 五级还差一点 但是四级应该是够了 达到四级的水平也是非常厉害了 不愧为LPL汉语最好的外缘 很厉害 很棒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